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知道你这个人记性不太好 但是前两天说的话 你应该不会就这么快忘了吧 行 简单 你要是已经决定了 想出去工作 我呢 不拦着你 但是我必须得提醒你啊 你在家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 真要出去重新找工作 没你想得那么容易 放心 我有心理准备 行吧 那你啊 你就想好了啊 怎么对付那些胡搅蛮缠的H2 好吧 妈妈送你去杜博士那里检查身体 有乖哦 杜博士 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杜博士不好意思啊 真是你那么忙 你看还让你照顾我们家宝宝 不搭借的 不搭借的 宝宝你听杜博士的话 乖乖的听见没 贴麻烦要不然妈妈不喜欢你了 知道吧 好吧 乖乖 不搭借的 不搭借的 乖乖 从医院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好好好 谢谢啊 好 我们走 宝宝乖啊 宝宝 乖啊 宝宝 宝 给 这什么啊 豆浆和吃饭团 那个豆宝师不好意思啊 我不吃这样东西的啊 哦 那你喜欢吃什么 下次我帮你准备好嘞 哦 那个 其实我喜欢吃的东西蛮多的 但是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我到时候我妈会帮我准备的 哦 不用麻烦老人 我帮你安排好嘞 哦 这这 哦 没关系没关系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哦 好 好 再见啊 宝宝 走了 谢谢啊 还有这个区域 是我特意预留出来的 这块为什么要预留 这么个区域呢 要不说你年轻没经验 以前我跟莫凡我们 郝总 咱们还是继续吧 郝总 我觉得这个设计啊 在国内也算是最新颖的 就凭这一点 拿下文化功能项目 应该没问题 那当然了 这是我好想彻彻底底的 原创设计 而且我打听过了 跟其他几家公司的 设计图纸比起来 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现在是万事俱备 也只差东方 简单啊 你已经决定去上班了 嗯 决定了 太好了 小姨支持你啊 好 决定放你 你先别说 嗯 知道 那个莫凡什么意见啊 我不管他什么意见 反正这一次 我自己决定的事情 嗯 对 决定放你少讲两句啊 我不说话 爸爸呢 是支持你的 但是呢 毕竟这件事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爸爸希望你们两个人 态度要一致 所以呢 这个莫凡到底什么意见呢 我觉得莫凡的什么态度 真的不重要 你说一个女人 不能老待在家里 你看小姨对吧 有个宠物店 经济独立想干吗就干吗 这太重要了 你能跟简单比吗 简单有莫凡你跟谁啊 姐夫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 这跟有谁没谁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连我姐都说了 这简单不能辞职 一定要工作 我姐说的啊 是 好 你少讲了 少讲了 少讲了 现在的 现在是 莫凡到底是什么意见 我已经说了 莫凡的意见不重要 真是的 前夫 我去我去 快递肯定是找我了 我知道 你坐坐坐坐 我可以找你的 来了 您好 快递 好的好的 谢谢啊 来了 这什么东西啊 来看看吧 过来 过来姐夫 快 过来 什么东西啊 这么神秘 看了你就知道了 你怎么买这么多书啊 你买这么多书干什么呀 那当然是看了 哎呀 你看完一本再去买嘛 一口气能看这么多啊 不是我的 是给你的 走 你给我 给我干什么呀这是 姐夫我想培养你 成为一个 宠物专家 哎呀 什么宠物专家 宠物店我都不去了 我还去 我啥的什么宠物专家 你看你姐夫 虽然你现在吧 不喜欢这些猫猫狗狗的 但我觉得你很有浅的 你有爱心啊 从你对英文的态度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姐夫啊 我跟你说啊 你只要认真地 把这些书看完学习完 我相信 真的 你一定会以崭新的面脑 到我的宠物店去上班 不是说好了不去上班了吗 沈云叔不去上班了 不是 姐夫你看啊 这个 简单也要上班了 你也到我的宠物店去上班 我们全家都去上班 不错 很不错 你满意啊 做事最重要啊 不过价格嘛 还是高了一点点 您看啊 您那是大公司 我们那是一小工作室 您怎么也得给我们 留点份吧 莫总 实话跟您说 您下边呢 我还来约一家设计公司 他们那个方案啊 跟你这个有点相似 三方比价 我们呢比较看中 你们这两家 工装嘛 大同小异 老板当然要看中 价格哪个比较低 当然 我个人呢 比较倾向于 莫总你的设计风格 没事没事 这价格的事 咱可以商量嘛 是不是 要不您看这样 我呢 把设计风啊 给您留下 您呢好好地考虑考虑 价格的情况呢 我们回去呢 再商量商量 好的好的 那我就先走了 好好好 请进 您好 我是立强设计的负责人 那个我 我先告辞了 好好好 再联系 好 好 请坐 请坐 好 咱们这个新的报价 和修改饭带了吧 都带了 您之前在一家公司做行政经理 是的 那你的团队里面的员工有几位 他们都是直接报告你吗 就一个 他的工作上主要是我来负责 不过职位的身间跟薪酬福利 不是直接隶属于我来管理 那也就是说 你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部门经理 也就类似于一个领导 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除此之外 还会负责一些公司比较大的项目 比方说公司的装修 还有公益活动 还有年会的策划等等 好 那说说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公司呢 因为我觉得您的公司 跟我之前所在的公司 职务的范畴是比较接近的 我觉得这样做起来 会比较加清就熟一些 也就是说 您这几年所接触的范围 并不是很广 书业有专攻嘛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请说冒昧啊 在我看来 你这一年里的专攻 应该就是全职太太的角色了 如果让您 重新转换到一个职场女性的话 不是很难吗 您的简历我看过了 这样吧 您回去等我们电话可以吗 谢谢 谢谢 已经结婚了 是的 为什么要离开 家庭原因 家庭原因 什么家庭原因 这个 我能不说吗 不会是公司的原因 你才这么说 你知道 我们是会做背景调查的 这个没问题 可以随便地去调查 家里一出事 你就辞职不干 我怎么认同你的问题系的 我说的家庭原因 肯定是因为一些 家里面不可抗拒的条件 所以才会让我义无反顾地 离开之前的公司 但是我相信 之后这类的事情 估计发生的几率会很小 不会是离婚了吧 可表德里 没有天下离异啊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以上就是我的基本资料 如果您有什么想知道的 您可以问我 不管 您的履历乍一看 确实相当完美 谢谢 但是 你知道我在关注什么吗 我想 就是我为什么放弃了 这么好的升职机会 在家一待就是一整年 好 不管 公司需要的是 能够长期稳定的员工 你需要有足够的理由 保护我 好 我是一个不甘于依附于老公的全职太太 我觉得工作带给我自信 带给我了生命的活力 当时之所以放弃这么好的生职机会 是因为我想争取足够的时间 待在我妈妈的身边照顾她 机会 理论上来说 失去了还会再有的 而且当时我母亲的情况 是不可以让我有一分一秒的耽搁 我觉得工作和家庭 对于我来说 同等重要 所以我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 为了老公 选择的是 安安心心地待在家里 做一个全职太太 但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以后才知道 可能我是一个不能没有工作的女人 因为工作 不但给了我那些东西 她还给了我安全感 我希望 我希望 你能给我这个机会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你们这次的机会 我可以让你拒绕 你觉得我一个人 我们不想让你拒绕 你不想让你拒绕 你拒绕 你拒绕 我拒绕 你拒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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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拒绕 我拒绕 请找安全 舌云 黄金紫排 青炒虾仁 蟹粉豆腐 你这儿有那个糖醋小排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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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们就要两份商务套餐 谢谢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老公的钱不是钱哪 我以前觉得给老公省钱 然后能让田田有更好的教育 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现在突然觉得 其实真没这个比较 真的 你别这么看着我 给一句忠告啊 这个世界上最傻的女人 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块抹布 然后把老公裁得干干净净 最后还是让老公当成一块抹布 该往哪扔往哪扔 真的 所以这钱省来省去 还不知道最后 省到谁的口袋里了呢 行了啊 莫凡哥 可不是你说的那样 那个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别急了 革命尚未成功 统治仍需努力 现在佣人单位实在是太讨厌了 挑三拣四 所有都一样 别光说我呀 就说你 玛丽没有为难你吧 最近倒还行 就是加班多了点 她可倒好 天天到点就走 我忙得四脚朝天的 我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 玛丽赶紧回归 求人不如求自己 求人不如求自己 最近消息啊 玛丽可能要常驻美国了 不会吧 那 那我岂不是勇士不得翻身了 哪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啊 反正我觉得你也要长点心眼 如果有好的工作呢 就赶紧离玛丽远点 一会儿赶紧吃啊 我下午还有两场面试 是吗 那 那赶紧的赶紧的 一会儿赶紧吃啊 那赶紧的 那赶紧的 那赶紧的啊 那赶紧的啊 您好 对对对我就是那个 艾玛介书来的客户 对对对我有点迟到了啊 马上来啊 马马上马上 马上 我我马上到了啊 我马上到了啊 好嘞好嘞 不不不 行呢 你怎么在这儿呢 面试 来来来 不是 你在这儿面试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是 你要告诉我 早上起来我就带你过来了 面试哪家啊 有没有我认识人啊 认识又能怎么样啊 夫妻之间工作的时候 不能走得太近 这不是你说的吗 怎么还生我气呢呀 你呀 这有福不会想啊 怎么着 跟这儿工作 挺好的呀 是吗 看人脸色 陪人笑脸 这就是你想象的生活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还就不想想这种福了 我在家里看你脸色 还不如出来看别人脸色 全职太太的福气 我享受够了 你吃香药了你 你吃香药了你 不好意思啊 我还要赶地铁到浦洞 参加比试 试试试 我还要赶地铁的 我还要赶地铁 bookstore 我的天比试 在这儿 我们 在这儿 我还要收藏 我还要赶地铁ブロrolled Nagot 我还要赶地铁 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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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又没有这个材力啊 好上午去 装備 我幫你找找 好 你看 对不对 不得对的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末末睡了 那一会儿送你回去吧 想赶我走啊 什么呀 这不是怕你白天工作太累 还有伯母会担心吗 我才不信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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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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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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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干的好事 怎么了 怎么了 好好的叫什么叫啊 又怎么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太厉害 废话 我问你这画的是什么 妈妈说这些太难为情了 咱们没关系难受吧 妈你再随便一下 站住 又怎么了 我问你最后一遍 这是什么 这圈圈叉叉叉叉叉叉 你不看得见吗 这是你喜欢画的圈圈叉叉 我是喜欢画 可他这天怎么就反了呢 你当我是傻子呀 这有什么意思啊这是 我告诉你啊 我明明记得 这天就是排短日 是 我是喜欢 可我从小就和别人画的不一样 别人喜欢腻是针 我喜欢顺是针 很明显 这是被别人动我手脚的 你别急我 看看看看 这儿 我承认这是我动我手脚了 我也不辩驳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一会儿处罚我 站住 你是撒不来谎的 你知道吗 就你那有贼心没贼散 那儿劲儿 我告诉你我瞧不起你 真要是你做的 我偷看见了给你倒球体 我已经承认了啊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好好 袁立 你到底要干吗 给你没关系 有胆做没胆认哪 妈 你要有什么话你直说好了 你干吗要用这种 下散烂的手段来对抚我 不要不要 上诚 上诚 不要用我好好说 用我好好说 你别骂我妈 他骂你 他骂你 你别在你儿子面前做好人了你 你这个变态狂 你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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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态狂 你打我 你打你 你打你再打你的时候 怎么没有这个本事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们 我再也不想想想想你们 我 我 这是 这是个错误啊 第三方员工和外服钱的 你老板真的同意了 对对对对 但是 工资最高只能给到四千 还有就是一些补助医疗 或是待薪休假这样的待遇 就不能跟正式员工一样了 你介意吗 介意 我怎么会介意呢 因为好歹你之前也是行政经理啊 一下子降到这样的待遇 您不觉得委屈吗 我为什么要委屈呢 辞一时比一时嘛 再说我早就不是什么行政经理了 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不过的 求职者 真的谢谢你啊 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我真的是 心心都磨没了 没想到在你这儿又流氧化名了 你的心态特别好 简单 你真的很不简单 什么时候报到 什么时候给我派活 老板 淡定 这些事情呢 等我跟HR那边确定好之后 您就可以正式上班了 还有就是 只要你好好表现 我相信 你很快就可以转正的 谢谢 对了 欢迎来到我们公司 其实 前两天因为莫凡的事 我觉得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可是 有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我觉得我还是 那么幸运的 对了 玛丽 玛丽知道这个事吗 好 她没什么特殊的反应 你放心吧 没有骗我 要不你打给她 不不不不 我就这么一说 只要玛丽她没有意见 我就放心了 对 以咖啡代酒 我敬你 就咖啡吧 好 谢谢 回来了 我找到工作了 什么 你找着工作了 这么快啊 什么工作 跟哪儿上班 周一开始正式上班 以后麻烦你每天 接送田田上下课 还有 家里的家务呢 我会找一个保姆来的 等等等等等 我接送田田上下课 那我要是有事的时候 怎么办 谁接送啊 请一保姆弄家里的 不是 简单 您这有点 太突然了吧 您有点搞得 人家措手不及了 不是 这事儿 还有没有伤的余地啊 我上班的事情呢 是板上钉钉的事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 折衷的办法 什么 你让你爸住不过去啊 这真行啊 是 我就是想让爸爸过去 帮帮我们的忙 什么帮忙啊 你就是想让你爸过去 给你们当保姆 小姨 你别这么说 我怎么可能 让我爸过去当保姆呢 我会再找一个阿姨 专门给我们打扫卫生 爸爸过去只是负责 帮我接送一下田田 说实在的 如果把田田交给一个 外人的话 我肯定是不放心 再说爸爸自己一个人在这儿 我也不踏实 这样过去跟我 没一起住 正好是一举两得嘛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爸在这儿有我 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根本就是找借口嘛 小姨 行了行了 别说 不可能 不 简单啊 这个 你看毕竟是女婿的房子 我去住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呀爸 你女儿现在又不是没有工作 也不是白吃老公白用老公吧 你怕什么呀 行了 你现在这样 别说了啊 姐夫我告诉你啊 你住过去我不同意啊 小姨 你怎么这样啊 你不之前还答应支持我的呢 您现在呢 你现在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 这不是什么支持不支持的问题 我跟你说你爸过去接田田呢 我没意见 但是住过去不可能 怎么就不回事了呢 可是不是 好了行了行了 不要讲了不要讲 我去 姐夫 爸 但是我有个条件 虽然你和莫凡了都很懂事 但是毕竟呢 我住过去呢 会产生一些费用 爸爸的退休工资呢 有三千块钱 我拿出两千块钱给你 算是我的伙食费好不好 不是 你别闹了吧 我怎么可能要你的钱呢 你把我养大 然后你住在我那儿 你还得给我伙食费 那别人知道了 会怎么说我呀 这不花钱找了个老保姆 姐夫 一个月两千块钱 你吃得完吗你 你真是 你 你要不拿的话 我就不去了 爸爸 别去 别去 我跟你说啊 你 你听我说 如果云莹在一定 会同意我的决定 不是 爸爸 钱的事我们在意好吧 那你现在是答应了 别同意啊 不 不 不 我答应啊 答应 爸爸 你答应好了 爸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阻止我 不是 谢谢爸爸 谢谢爸爸 我问你 我想找一个人 嗯 差不多二十七八岁 各自在高铁 叫严厉 一周来你们这儿 两到三次是高级会员 我最近都没有来过去 嗯 好 谢谢你啊 来 再见 再见 尹丽 哦 就是那个身材 超级棒的白富美是吧 嗯 对 就是她 她都一个礼拜没来了 睡不出去了别家呀 嗯 那谢谢你了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好 我去哪里 我还是去哪里 我还是去哪里 得了吧 这种话你随便说我随便听 以后 别当着你妈面说就行了 我一出手就后悔了 我当时肯定是投回脑账了 那你说你怎么样才能原谅我 我都听你的 说实话 我还得感谢你 你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 有我没她 有她没我 不是 老婆 你 得得得得 我想我让你跟妈分开住 但妈那套老房子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年久失修这治安又不好 你知道一老人家 早晨晚上两边折腾 我不放心 那还有那天你不嘴上 也没鸡口得吗 而且 你真有意思 行了 我不是这意思 好了好了 别说了 行了 我不是这意思 我承认 我的确说过 你妈是变态吧 我知道这很过分 但咱俩扯平了呀 你已经替你妈报了仇了 我就纳闷 你是真有良心啊 你竟然能当了你妈的面 闪你老婆一个耳光是吧 我呢 我呢 我妈还不知道 我被女儿打了 也就是说丈母娘还不知道这事 是吧 那就是 我老婆不会不要我对不对 我就说吧 您肯定是舍不得我呀 等我保证 这以后动手打人的事 不会再有第二次 有的话我一定就 得了 别过来这套 我才不相信 好 我已经想好了 跟你回去呢也可以 但是 有一个条件 就看你能不能答应 我 就看你能不能答应 她妈妈没有为难你吧 放心吧 她根本就没跟她妈说 真的 这好像不像她嘛 妈 我先去陪陪她 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这不刚回来吗 早说晚说都得说 我告诉你啊 你别想谋喊过关 老爸 咱非得这样吗 要么她走 要么我走 我的耐性可是有限的啊 小强 小强 面煮好了 快趁热吃吧 小丽 你也去吃一点吧 这几天你都瘦了 妈 咱出去吃吧 爸煮的面好吃吧 好吃啊 你也吃什么 我不吃 看着我儿子吃 心里就像我了 心里就像我了 小瘦 那时候我们太穷了 看着隔壁邻居家烧红烧肉的时候 我们母子俩在家里就吃羊春面 现在日子好了 放着这么多的大鱼大肉 我儿子不去吃 就回来吃妈妈煮的羊春面 我这当妈的呀 也就知足了 我知道 以后啊 妈再不关你和小绿的事情了 我以后啊 就是给你们做贴身的厨子 只要你们好好的 给妈生一个大胖孙子 妈妈什么事情 都听你和小丽的 妈 妈 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 我觉得你跟严厉娜 确实不适合她在一起 我不是说就你们俩啊 现在确实有很多婆媳 都是这样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以后啊 我一早来打扫 天黑了我就回去 可是把你一个人留在 那个小破房子里边吧 我真不放心 没事 妈能照顾好自己 我就来给你们煮好晚饭 不在你们眼前快一点 妈 妈 你看你能不能 学老人暂时待一顿 我铁锅 我铁锅 你不能再做什么呢 你不能再做什么 你不肯定是在 我们的小区里 给你买到好房子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都是暂时的 而且我今天下午去了 这个养老院 环境就跟新积宾馆一样 这很安静也很安全 而且呢你也不用再操心 给我做什么吃的 不用了 你可以吃县城的现在 而且还可以跟这个养老院的 其他老人一起聊天啊 说话呀 打牌什么的 挺好的 是 多好 我的儿子 儿媳妇 多孝顺 多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